接着我们来看这一题 它说真细菌、骨细菌 还有真核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 是用什么作为证据来做推断的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真细菌、骨细菌都超级无敌小的 所以如果真的我们要去研究 就我们分子生物学的角度 大概是最好的切入点 A选项我们都打勾勾了 剩下的我这种构造差异 基本上看不出来 胚胎差异你也看不出来 所以C株都化掉了 而基本上上面你要形成化石 也有点困难 所以最适当的判断来源 是A选项才是最适当的 所以我们答案选择A选项